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流山 和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阳 大家好 好了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向部 加上沙冷气 也需要大家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没几天前看到网民在网路上贴了一张图 挺有趣的 那间便利店不是我们传统看到的7-11 还有CircleK 而是另一款 也并非阿布泰便利店 这是另一件事 就在油麻地的一间便利店的玻璃门贴了一张告示 内容就如下了 令人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是这样的 就写着 问路费一次十元 哇 十元一次 这么厉害? 是的 有没有单开的? 要开张单来的 当然了 我会判断了 那要不要大惊小怪 再详细 他也有解释 本公司或店铺店员 并没有义务与责任 提供道路指引服务 如态度不好 哪是应该的 最后一句 很有人生的哲理 就叫做 没有谁欠谁 对 没有 简单一点 我差过你的吗? 是的 我欠你的吗? 或者再严重一点的说法就是 我前世欠你的吗? 我前世欠你了吗? 我前世欠你了吗? 哎呀 我看到责任与义母 我觉得很好笑 很明显地有很多不同的人 就走进来问路 挺有趣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来这间店铺问路呢? 零剩多的呢? 你的位置好 当然了 而且走到那个位置 就是看到你这间店铺 去不了其他店铺 某程度上代表他这个位置好 你的位置好 那么何解呢? 他这间便利店 大约是由麻地的碧街 和波兰街的交界 原来这间店铺 疫情之前 就是在搞中港跨境直通巴士的 巴士公司的售票处 为什么不同了? 因为可能搬了党 因为疫情也不能回到内地 所以暂时关门了 关门可能又要搬到地道 但两年前已经变成了便利店 大家都知道现在全面通关了 售票处其实也搬到上海街那边 不过上海街很长 那在哪里?你不要问我 你不要留意问我在哪里 自己找吧 自己上网查吧 自己下到长文 我最怕是在上网问我们 在YouTube留言 那即是一旦搬到哪里? 你不回答我又没有礼貌 上海街 很邪恨啊 我都会回复你 先就偷眼到美食看到 总有一天会看到的 如果你这样留言问我 那搬到哪里? 我都会引用这间便利店的改据 什么一次 钱我收不到你了 收到就用你做善事 我会写着没有谁欠谁 所以变成了 人们来到本来是售票的店 看到不是的 那他们走来问 之前的买票你搬到哪里? 他们都走来问 在哪里搬到哪里? 谁知啊? 这就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 所以他们店家方面就贴了问路费 不过很有趣 隔了一两天后就觉得有些不妥 周身不聚财的那些就把告示移除了 很明显不是的 这样也移除了就算了 不过你这样移除了 我可能会引到更多的人来问路 对不对? 几个小都会 何解呢? 因为这张图也爆红了 被人拍了相片 他们放了上网 大家也叫做热烈讨论 有些就说 你答错了的 可否告你? 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可以啊 所以他们觉得 哎呀糟了 有些人就直接来这个店铺拍照打卡 搞得更麻烦 更麻烦 有些市民也有去围观 搞得这件事发烤 便利店的负责人也搞笑 他也说 其实半个月之内 已经是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来问 他一个上午大概有20-30人来问路 很多都是问那个位置 他说正常来说一开始都会回答他 但是回答完还会被人骂 有些人就没有礼貌 多谢也没有句 令到店员觉得很烦 多谢也没有句 是这样的 我有时也试过回香港 走在街上也有人问过我路 也试过 我说个答案给他听 之后他转身就走了 多谢也没有句 有时也见到一些人有这样的行为 我真的站在那里呆了 不过之后我就没有再理他了 也没有放在心里 这个人我相信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 似乎是 最惨的是什么呢 网民不知道内情在网上罵 又是什么发钱汗 又是没有同理心 还是什么 我相信这间店都不是为了赚那10元 是想你不要问 是想你不问而已 对不对 不如你不要这样写10元 我觉得直接贴一张通告 不是买东西或是问路 全部一概不答就算了 行不行 是很麻烦的 有时可以贴地图在外面 或者贴告示在外面就可以了 有些是盲无 盲无静的那些 就走进来照问 完全是不理你那些东西 不理 他也有说一下 大概那些人是怎样态度欠佳 一句都麻烦都没有 这里有一件事 有些最离谱的 是什么呢 当你收紧钱 突然间 推个头来 就拆把嘴 喂 车站在哪里 可能你跟他说 转弯 就是这个转弯过去 然后就走了 走了 有些客人在排队 或者说 这么久 或者你跟客人说 我正在付钱 或者你先等一等 等什么 问路 做什么 回答了 你时间了吗 说吧 什么 态度差 不知所谓 你会阻止其他人 因为你在数钱 或者招呼客人 的时候 你这样把你损 我不知道大家 在台湾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他们真的会不理你 或者叫你排队 有些人真的会排队去问问题 这么有趣 是的 别人在排队给钱的时候 你摄个头来 问一些可能和给钱 例如买杯咖啡 是否有多少杯 有什么优惠 我问过问题 都要排队 不是吧 有些人会这样想 但是他真的会指着叫你去排队 那也是 我也试过 童年士 在这些便利店的经历 就是 哇 有些事情又不关事 他问完 可能没礼貌 走了也算 有些人说 要投诉我 叫经理出来 这样 他这么疯狂 不回答你 要叫经理 真是傻子 态度不好 我是这样的 你怎么办 你不要付钱 又没有买东西 有什么态度不好 叫经理 这些很过分 很多这些烦人 我自己 普通一个路人走过都会遇到 何况这些商铺呢 所以他还是逼于无奈 才贴这些东西 不要骂他 一句话 针不刺到肉 就不知痛 这个对 没错 如果你骂得这么口响 你就试试来站 站在他旁边试试 站在一个早上 去代搭这些 对啊 总之这些便利店的东西 有时是奇形怪状 什么人都有 有时有些人 夜晚半夜三更 我见过最离奇的 你看他的造型 整个斜人 有寒背 有宅男 头像谭海邦 没有洗头 在你的店铺 便利店很小 但却总保管只有一丑 有一天小时 两三个小时 在这件户位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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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łe kasih 有尊重的態度最好 不如說說另一件事 昨天下午的時間 北角發生了一宗的士的車禍 看到情況很可怕 一輛的士沿著炮台山道下車 在走的時候 有人報稱 看到紅綠燈位時 似乎的士殺不了車 連少許拖慢的情況也不覺得 直衝撞到三個正在過馬路的女徒人 真是大劑 有些媒體寫說好像打保齡 人們變成保齡球磚 白色的瓶子掉落地 有兩個女徒人 直接躺在地上 疑似昏迷 後來也送到醫院救治 而攝氏的司機 大家馬上會想 何許人也 發現原來是一位84歲姓毅的男的士司機 當時他真的還在做生意 後面也有男乘客 兩個據說受傷送軟 應該叫他危伯伯 危伯 有沒有危險駕駛呢 我這個就不知道 但是這次這麼大劑 會不會是他輛車有問題 還是白白手車不行呢 果然是易德Sir 馬上和不同方面 入手要調查清楚 當然 看看究竟是基檢故障 還是人為疏忽 因此 警方都是侵著這兩方面去調查 如何都好 馬上就會被人聯想到 84歲 這麼大年紀還出來駕駛的士 賺食 有沒有搞錯 這是另一個層面 假設這位84歲的的士司機 可能身體不舒服 可能他的精神狀態 甚至他的年紀 漸長 已經不適合做職業的司機 即是自己駕駛的車也算不錯 因為的士司機 除了要駕駛之外 可能客人後面有指指點點 你有沒有兜路 或者在那邊摺摺摺摺 或者問你可不可以轉到另一個台 又可不可以聽音樂 或者很多不同的東西 問你原來變成這間店 你有沒有吃過 我怎麼知道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另一方面 有些網路上的人都會覺得 這麼大年紀的司機 是否應該不要讓他們駕駛呢 或者不要駕駛職業車 應該說是小巴也好 的士也好 是否不應該呢 我們會不會有一些 好一點的方法 令整件事更容易解決 以及不要產生一種年齡歧視的問題 這樣嗎 有什麼方法呢 我都很想知道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你知道那個司機 是這麼年紀大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點害怕 如果萬一讓我知道 我將來會上一輛的士 而那個司機是八十多歲的 老實說我是有點擔心 不過雖然我擔心還擔心 但是其實也不代表那位司機是真的有問題的 對不對 根據香港法例 據道路交通 駕駛執照的規例 年滿七十歲或以上的人士 再申請駕駛任何種類的汽車 正式駕駛執照的時候 說服有註冊醫生證明書 證明個人健康狀況 移於駕駛及控制該種車輛 我相信 他這麼大年紀 都能夠在馬路上開車 駕駛的士 他應該也是有醫生證明的 在這方面來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這樣嗎 可能就要再 又有另一層的陰謀論 我們見不見 較早前 疫情期間 那些人是不是要拿免針紙 去找他們自稱的良心醫生 幫人 會不會有人說 這個八十歲姓危的的士司機 是不是黃 找這些黃醫生 就會拿到這些證明得章 這個不知道 可能是五萬 這就是再一層的陰謀論 我們先回來 剛才易德sir 每一個人有自己選擇的自由 亦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不像那些人所說 香港沒有自由 不如這樣 我們給大家自由度 可以嗎 在的士上 或者在這類型的職業司機 的車上 假如是一些年紀較大 例如他已經拿了獎者卡 或者超過某一個年紀 可否貼上貼紙 以知識別 舉個例子 那就是歧視 我們可以寫得比較軟 整件事比較軟 可否寫著 老友記愛心的士 老友記愛心的士 走過的話 我不敢入手 所以 這就是一個選擇權 可能換了一些 愛心爆棚的聽眾 你可能會覺得 好 我要幫助他 希望這位長者 可以 這位老友記 感受到 我們大家對於長者的士司機的關懷 可能有些路 有些情況比較容易走 例如 尼敦道 簡單一點 尼敦道 尼敦道 例如 從瓦蘭 搭到尖沙水警署 是否更容易走 讓老友記駕駛 沒有斜路 是否意外程度 低一點 或者 讓他們說好長者故事 即貼這些貼紙 例如 在車上 會播放一些粵曲 藍音 有其他不同的 有不同的音樂選擇 即是長者 你想想 長者的音樂選擇 即是吸引長者去坐的士 是嗎 沒錯 有沒有長者乘車優惠 這是最好的 最實際 將戲曲中心推廣的形式 引用在的士 有不同的形式 大家多些選擇 以知識別 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慢慢看看有沒有的士 或者 你自己本身 都沒有打算坐的士 不過看到剛好 有個長者的士 在附近 這些老友記 你進去 還是怎樣 我們都見過 有些餐廳 特地會請回 本身已經退休了 但是他們又覺得自己 仍然有活力 有動力 可以繼續去做事應 再工作 繼續去投身社會 為社會 帶來一定的勞動力也好 或者經濟的運轉也好 我只想想 只是看到 整個市面 原來是 立落 你自己可以選擇 長者愛心的士 你可以搭 不代表你沒有愛心 只不過你是更加有愛心 整件事充滿愛 有愛的士 這樣 多棒 整個香港正能量很多 聽起來好像是 但是我相信 實際運作起來 我只是怕 很多乘客不敢坐 不敢坐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敢貼這張貼紙出來 對嗎 到時我們看到 簡直不單是愛與和平 不是佔領中環 佔領全港的道路 多有愛 整件事好又嚇壞 這樣 這個就是從人方面去講 如果基建方面 萬一達吉利是 究竟是這位毅伯伯 他沒有踩到擠迫 還是車輪太舊 我覺得 對於車檢 那方面 我想可能真的要做足一點 還有 如果大家是的士司機 雖然你說 你一間我一間 我有抹好車 才交給你 交一間 但是對車 麻煩 也算是 鏡石一點 駕駛 這樣便會好一點 起碼也不會令到下一手 或者叫車這麼快 要入廠再去維修 不過的士很難的 的士很多車 其實是24小時 都不會適時的 因為一間接一間 根本都不會讓車休息 因為它只不過是一個 賺錢的工具 你賺完錢 便到下一間便賺錢 所以 你說 他們會不會檢查得密一點 我相信 比一般私家車便密一點 因為損路會大一點 如果當你受氣 坐完乘客受氣的時候 你自己一個人駕駛到下一個客戶之前 這段路 你本來對車沒有那麼好 會駕駛得更厲害 或者駕駛得更快 駕駛得更快 駕駛得更快 駕駛得更好 我還記得 有些類似的情況 不是的士 因為我沒有的士牌 有個朋友 那天有個貨店 不知道有幾個地方 找我幫忙 可以送一些東西 誰知道 人渣的客人 一邊送 一邊罵 罵我 這麼有趣 罵你 又不是我收你的錢 我代的朋友 他不知道要代的 又說 遲 正一H.I.客 明明有朋友 我還拖著二波 才踩下去 發洩 這樣駕駛 殘毀 就算是朋友 衝動起來 人的EQ 突然急速下降 你都會忍不住 就糟蹋了車 或者大力一點 還是怎樣 記得 怎樣生氣也好 打沙巴也好 不要發洩在這些工具上 就算車是別人的也好 但是萬一車有些什麼 都會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 乘客也好 司機也好 其他車也好 行人也好 希望這方面 大家不要褐窄太多 或者我們這個竅 究竟行不行 我們一起 記得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拜拜